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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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成将军喜迁新居 多谢 多谢 里边请 里边请 天爷 恭贺贤帝 敞致喜啊 恭贺贤帝 敞致喜啊 万修 万修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今日真是高朋满座呀 对了 过几日 家母大寿设宴 你们全家可都得到啊 老夫人过寿 武备自然是要去的 怎未见你家妻妻啊 她本来是想来的 被我家母拘在家里了 怪她自己 前几日跟人出去跑马 吹了风 受了寒 对了 你那天蝎女儿呢 快让我瞧瞧 姚姚 快来见过万伯父 来来来 万伯父 安康 好 好啊 多谢爹 还以为你将女儿夸得 天上有地上屋的 是在吹牛 没想到 真是养得好啊 对了 拿着 娘娘 这是万伯父给你的见面礼 拿着 多谢万伯父 不用了 不过是个孩子 万将军的礼物 也未免太贵重了 哪里贵重 好物事 才配得上咱们鸟鸟 鸟鸟啊 你阿父与我是稳静之交 今后要受到什么委屈 就来找我 伯父一定为你做主 尤其是受了你阿母的委屈 随时可来 你 鸟鸟 别在前厅处着了 还不快去大母面前服侍 快把这些东西收起来 咱们一点规矩都知道 鸟鸟啊 就是太死板了 对兄弟你讲规矩 对鸟鸟还讲规矩 这 人要是做什么事都讲规矩 那日子得多无趣啊 谁说无趣了 我如今出去 人家都不像我是大老粗了 多亏我家盐一交得好啊 交通袁氏 袁州沐家袁公子 贺万钱 交通袁氏 与我家素无网外 夫人何时下的请柬啊 将军 我并未请袁家 将军近身不久 我还未来得及 及时这些轻贵世家呢 我可听说这袁慎 平日里惊得跟狐狸一样 这不请自来 打得什么坏主意啊 晚辈哪敢在两位将军面前 打坏主意啊 袁公子 家父与曲灵侯府上大公子 乃是师出同门 家父说 他恩师常夸赞 这位小师弟聪慧 晚辈对大公子仰慕已久 今日听闻府上乔迁之喜 便不请自来了 可 我家大公子不在家呀 子孝其父 晚辈想着 若能亲眼目睹侯爷风采 便等于是见识了令公子的风姿啊 山剑公子 里边请 想不到我家大郎 还有这般的威望啊 万雄 来 里边请 里边请 嗯 来 请 好 来 邹大人 河里的花也太客气了 在里边请 好好好 我们正好去那边招招离开呀 成都自来 宋大人 李大人 来 来 来来来来来来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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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你拿回来 给你拿回来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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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唱只是不高声 连老夫人都容光焕发 返老还春起来了 你是未曾见过我的年少时啊 那叫你可嫩哪 虽然说现在容貌 没有怎么改变吧 但是 也不是十八岁后 什么 大虎吐上门跟晴晴 何时打得也真不错 大虎做足夹了二两的吃惊 你怎么也不劝劝他 多丢了 我拿着 尹老夫人不一样 不一样 好 这位是车席将军王淳之女王林 其母文修君乃皇后外媚 今日也跟随我们一起来给陈氏道贺 我本不想来 奈何家父与程将军有些渊源 非觅我前来贺喜 好好好 好好好 梦要在我们这些老妇人中间拘束了 杨杨啊 快快快 请贵客们落座款待 是 请 请 那便是长文中的程四娘子 果然百闻不如一见 还真是傲慢嚣张得很 可不是吗 听说啊 就是因为她平日太过促笔无礼 她二叔母啊 才一直把她关在房里不让出门 更别说就各家走动了 哎呀 可是今时不同往日了 人家现在有父母撑腰 以后少不了要和我们多见面 今日堂子可要为我作战 我毫无一点无礼之处 倒是有的人 拒绝羞辱了 也不知谁更无礼 我家妹妹从前养在我阿母面前 是我阿母为能好好教导 我怪不到你要谈 不是说今日善剑公子也来吗 怎么未曾瞧见人啊 王家阿子也是来见善剑公子的 那不然呢 我只不过是家中闲来无聊 听闻成家热闹 才过负一桥罢了 善剑公子来了 善剑公子来了 大家快看 是善剑公子来了 善剑公子来了 这位女公子 在下施礼啊 我来给你 女公子 花园寒气中何必出来呢 来 披上件凹子 别冻着了 我宁愿是冻死 也不要跟他们坐在一处 这些人张口闭口嘲讽于我 我不耐烦与他们斗嘴皮子 出来顺顺抢 女公子何必与他们一般见识 女公子出来时可曾见 方才来了个好看的公子呢 管他公子母子 我且去透透气 脸峰不必再跟了 你公子别来无恙逢了 你 怎么 你公子是不欢迎袁某 袁公子大驾光临 小女怎敢不欢迎 家父阿兄全在酒追逃 袁公子大可前去一叙 可我是特意来许女公子你的 我不过是接了你的绣球 都已怀疑你了 怎还追到我府上 至于吗 你这般转身就走 便是城府的待客之道吗 未免有些失礼吧 你我素不相识 两家又无旧交 袁公子将我倒在此处 这才是失礼吧 公子不妨有话直说 好 快人快语 善剑只想求女公子 给令三叔母丧夫人带句话 袁公子要带话 丹门向三叔母说了便是 为何要绕这么大的圈子 那里有些 不足为外人道的缘故 事宜只能请女公子烦劳了 这事说大也不大 说小 赶紧说 你这般快就答应了 袁公子要向三叔母带何话 只管说来便是 女公子只肖对丧夫人说 奉须言而望成兮 其成难至对 登兰台而遥望兮 神惶惶而万人 故人所求 不顾 不顾 风 溪 水 声 其 谱 女公子 是否有为难之处啊 没听懂 刚才袁公子说的一句也没听懂 你能不能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给去掉 这不是乱七八糟的 这叫负 那就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负给去掉 只说一句 一句我辨认记下 成 女公子就传 故人牵挂 但求居言片于 知道 赶紧 validation 已经很轻啊 张卓 张博 张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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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之后 他们可有编排我 没有 袁公子来了 他们现在无暇估计我们 这袁善剑是谁请来的 咱家和袁家 有交交吗 听袁公子说 大堂兄的夫子和他父亲 曾办在同一个恩师门下 这也是绕得够远 再说 我阿兄又不在家 这位和我家攀上关系 当真是费尽工夫 这时刻不可如此非一人家 莫非唐子觉得他人好 我 我跟袁公子连话都不曾讲过 怎知好坏 你要与他说上话 你就知道他比心 不过就是一个唐突的登徒子罢了 这事说大也不大 说小 赶紧说 唐子 我向你请教一个学问 你可有听说过一个这样的 父 奉虚言而妄常行 七城南之女 什么城南的宫殿 灯蓝台而有 蓝台 还有什么 什么 是司马夫子的名副长门吗 也许是 这副何有名吗 倒也不是太有名了 只不过世人多爱他辞早华丽 又不设正事 所以 常给贵中女子读着玩 娘娘目急 大大伯母不教你些时日 你知晓得 并不比他人少 不必 我觉得我如今就很好 不用人教 你 你是很好 事后 你真好 你都教你自己了 你有谁啊 你都教你自己了 你有谁呀 有谁啊 你来你哪有谁啊 你要我来看一看啊 那请帖上说的是 邀请陈家女公子 可没说是请你还是请我呀 自然是请你 还是托堂子的福 若不是王林 邀请堂子去玉昌郡主的生成宴 阿姆才不会让我出门 与堂子一起挑选郡主的生成礼呢 灯笼从何而来 慧将军 多是小的从集市场采购的 还有一些客人放在这里的 等着有缘人来猜灯迷的 走 属下查过 这些灯笼 与肖世子手中的不同 闹出这么大的灯笼 不可能留下一样的灯笼 等咱们查 下进血本也要回事灭结 这证明咱们没有查错案 要你们查肖世子这半年来的开销 可有查出线索 不出邵手工所料 就在上半年 这个肖世子还抱怨自己手头挤 在都城的日子不好过 但这半年来 他出手十分阔廚 整日里游山玩水喝酒洗澡 他可有任何产业 他在城中倒是有几间铺子 但他不是做生意的料 亏了个底朝天 上半年 他还托人想把铺子盘出去 但后来 非但没把铺子盘出去 反倒有余钱 又多开了几家铺子 董仓馆和许静忠做了半年买卖 这肖世子变扩扯的半年 说他们没干系 都没人信 命人去给肖世子的铺子 找尽麻烦 定要断了他们的财 扩扯惯了的人 是忍不住秦库的 他定会再铺而走险 一旦他联系下家 我们就有机会 找出这背后吞下军械之人 那不是程家的马车吗 少主公 不好了 淳于是去府上了 回府 余公子 到了 来 您看看 女公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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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公子 小的已恭候多时了 敢问可是徐灵侯 程将军府上所设客战 是 我家公子因路途遥远 预备不足 想讨要些探心不值得 请随我来 袁公子 外面凉 不如进屋谢谢 不必了 袁公子 数日不见 我家阿兄甚至挂念 不知何时在诗歌唱贺 女公子怕是弄错了 凤须言而望成兮 弃成难之离宫 灯兰台而遥望兮 那日说要下回在意的 是父 不是诗 你 父 父 今日风景好 我也闲来无事 正想与人聊聊诗词歌赋 也不知 程娘子是否有空 借也不说谎 我借也不说谎 袁公子找我所为何事 是 在下等女公子几日 都不曾让人回话 是否忘记要带在下 向你三叔母桑夫人传话 我本就不想听你传话 哪有望与不望之事 你可知一言既出四马难追的道理 不知 没错 食言了 又能如何 我既没有马 更没有四匹 这世上之事 无非恳求 威逼 利诱这三样 既然女公子不愿好好说话 那在下也有别的法子 跑了 你放心 我不能拿你怎样 在下博有威名 倘若女公子愿意替我传话 将来我愿为你办件事 作为回报 什么事都可以 除去忤逆谋反 背信弃义 不能娶你这三件事外 其余皆可 我 我何时何地说 要你娶我 我何时何地说 我要嫁你 女公子 既不曾想嫁我 那可真叫在下吃惊吗 你迟迟不传话 不就是想吊着在下 好引来相见吗 倘若 你真不想和在下有任何瓜葛 为何不痛痛快快 向桑夫人传了话 从此你我二人 井水不犯河水了 她从来 说得好 袁公子 是我的过错 风采袁公子一番叫唤 令小女子 恍然大无 既胜人之托 点得众人之始 这样吧 今日我就回去 将话带给三叔母 你不必谢我 也请原谅我的怠慢 至此之后 我们 两不相欠 如果我以后还需你传话 该当如何 三叔母若不介怀的话 袁公子让我传话 我自当不会推脱 当了三叔母不喜欢 我自当以长辈为尊 杨公子 江湖不见 是否江湖不见 说了 我说了才算 你们这些随从侍卫呀 可要悉心照料着 我一路走来看你们将军府 冷冷清清 别说是烟火气了 就连花花草草都没挤住 连个使唤婢女也没有 你们少主公呢 我喜欢宿井 不爱花草 子盛 也难怪 你身边都是这些粗野汉子 他们自然不懂这些 依我看 你这将军府上万事俱备 就缺一个知冷知热的人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我是你继母 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还不能来啊 你我确实是一家人 你与程阳侯是表兄妹 我幼年之时 还换你做表姑母 可没过多久 你趁我母子流落在外 便爬上了程阳侯的床榻 做了她的祭司 这绕来绕去 确实终究是成了一家人 就算你 记恒我们做父母的 可也不要委屈了自己 汝阳王府的豫昌郡主 对你真是有情有义啊 你千万要珍惜这大好姻缘 你看 过几日就是郡主的生辰 你还是去一下吧 送客 我话还没收完呢 说完了 说完了 邵主公 这豫昌郡主的生辰宴 咱去不去啊 人家可是专门托人送来清洁 自己去领使军困 为什么要领军困啊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 你若还想留着自己的屁股 就挽住你的手 脱着一手干吗呀 你若还想留着自己的屁股 脱着一手干吗呀 你说什么呢 你若是想留着你 理事了 我给你考虑了 你准复 offer 我瞧这独城 就再没有女娘 比我妹子更是佳妮 这 这不是我赠予你的书简吗 莫非 与我不再往来了 先生赠予我书 我自也要投桃报李渊 特标出几处谬误 你提醒先生 若能多在学问中添点心思 少对别人婚姻之事指指点点 就不会再有这些书 你 不识好歹 听说这杨司空 是都城中有名的大儒士 家中妹子啊 容貌清丽 性情啊 田净温顺 可谓是才貌双全 这公子怎么把人给气走了呀 无妨 今日之事 他也没脸看别人说 公子 公子 夫人都不过问你的婚事 按说我也不该提 可我终究是看着你长大的 心中难免有些牵挂 公子今年也二十有一了 究竟准备何时婚配啊 谁说人一定要婚配的 阿父与阿母成亲二十多年 可整日也说不上半句话 如果成婚后的日子如此无趣 我宁愿不怀 难道这世上女娘 竟没有一位 能让公子觉得有趣 想与之婚配的吗 遇见有趣的女娘 就一定要与之婚配吗 婚姻于家族而言 是锦上添花 于女子而言 是依靠攀附 可与我而言 从小到大看到的 都是错误罢了 半点好处都没有的事情 我袁善建从来都不做 夫人的指腹 比为夫的脸还嫩 你要再胡言乱语 小心我刮破你的脸啊 到时候军工 可是要哭打撑墙的呢 为夫哪里不是夫人的 莫说是刮脸 就算是在为夫的脸上绣花 小生也息听尊便 三叔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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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有话要与你讲 还请三叔父暂时回避一下 没看到长辈正在忙吗 有什么要紧的事 晚些说又如何 别理他 过来 有什么话 你只管说就是 pastor targets 没事 说吧 我的事你叔父就没有不知道的 你 那我可说了 说吧 有一个叫袁山剑的 让我来给三树母传话 说了好长一段乱七八糟的什么 妇 反正我也没记住 总的意思就是说 故人牵挂 只求知言骗语 故人 她为何不自己来 要你传话呀 这可袁山剑 是不是那年她说的小弟子 小弟子 原来是她呀 那她要干什么 我 我怎么知道 反正她就说了这些话 除此之外 没说变了 声言骗语 什么直言骗语啊 我与那人都十多年未见了 我想起来了 定是前些时日我感染了风寒 已四处替我寻医问药 被她知晓了 原来是这事啊 可是你咳嗽已经好了很久了 她怎么还惦记着 你等我一下 嗯 你等我一下 嗯 把心无法抓紧 别过分别的 刘洁 我把眼睛 都走着 海洋 你不想回事 哪去 那就麻烦你替我送过去 三叔母 直写这些 不留个名号什么的 他识得我的字 无必留了 我说 三叔母就不想说说 这其中的故事吗 比如说 那个人姓舍名谁 与三叔母的过往 有何约远 那是啊 说来话长 不放适 不放适 说来话长 便可以慢慢地说 我可以慢慢地听 说吧 别人说说来话长这四个字的时候 意思就是不想说了 这个意思啊 那不想说便罢了 但是三叔母可以告诉我 为何那姓袁的 不直接上门来找三叔母 非得通过我绕这么大一个弯子 我曾经对一个人说过 你也好 你的亲朋好友 闻人弟子也罢 以后都不要来见我 你也不要送书信物件于我 那是年少时的父亲之言 没想到那个人是个死心痒 居然答应了 原来如此 不过话说回来 你与袁善剑是如何认识的 此事啊 说来话长 你呀 命你们打听的事情 可曾打听到了 程家娘子是去自家货站 挑选生辰列 豫昌郡主给程家亲卷也留了帖子 谁问你程四娘子了 我问的是萧世子 近日 他还有去田家酒楼吗 我们盯了萧世子几天 他一直与何将军家女娘 何昭君在一起 董仓馆留法 许敬忠自强 这萧世子 若还想长久做军蟹生意 只能从其他处觅得军蟹 他若成了何将军的女婿 自然 就更方便拿到军蟹了 何将军忠勇 未必会与他同流合污 那庸王就是任人为亲的性子 难免他儿 也喜欢以己推人 揣夺何将军 那日 豫昌郡主送来的请帖还在吗 我们也去一趟辱阳王府 我早上了 不是 邵主公 你不是说你不去吗 何将军与辱阳王有救 何将军与辱阳王府 一定会去污阳王府 庆贺豫昌郡主的深沉 既然萧世子与他心影不离 自然也会前往 阿飞 伤好些了吗 不就是石军棍吗 上过眼了 不得 好 那便再去领石军棍 为什么呀 扔掉重要情帖 还布置石军棍吗 找回情帖 此罪可免 走 他们家好大呀 似乎这身衣服选得好 我瞧这娘娘的容色气度 不顺那些施加工业 洋洋也不错 我闻大气 那倒是 若再有人受不公 也怪不到死不头上了 苗苗 别到处乱跑 那是谁呀 这是把梳妆八宝盒 全串身上了吗 万七七 她是万家第十 第十几个女娘来着 四兄 十 十三 十三 这万七七明明是家中老妖 却总以为自己是 全都城最大的男人 走哪儿都为别人招药去 你们又在非议谁呢 丑座 丑烧公 两位书母好 这二位 是少商和泱泱妹妹吧 你们俩怎么穿的这般素 回头 我让人啊 给你们送几套漂亮的衣裳 肃静些好 显得人形容温婉线 是 来这种狼虎 要什么温婉客人 来 阿子啊 我给你们装扮装扮 这感觉还缺点什么 看看啊 瞎子 这不是你要送给 玉昌俊九的什么 没事 多的是 这个好 这就好多 多仔细着点 好看 二位书母 那我带两位妹妹去 快去吧 走吧 阿子啊 带你们见见世面去 我跟你们说 你们别怕 有我在呢 你当真确定 那晚破坏我行动之人 就是承家四娘子 是他 那晚若非他多事 郡主和林将军 早就成就独承家化了 郡主今日只管瞧着便是 我今日请他前来 便是要给郡主出这口恶气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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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坐哪 这么多好吃的 前方 Burada 走 走吧 走 ,走 在 Going 现在 ula 住 掌